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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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栏目 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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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赏 已经尽力变到最厚 但还是不够厚 那时候光线屈曲的程度不够大 结果它就去到Garatina视网膜 也赶不及回续成一点 于是那个影像就变得很模糊 这里就顺便提醒大家 特别是有读physics的同学 说光线图的光线 实线和虚线是有不同的意思 实线就是指光真的经过那个地方 而虚线就是指它好像经过 如果它继续向前 它会经过 但实际上我们的眼睛 是不会被光线打穿的 因为有些色素会吸了一些光 所以当光去到Garatina视网膜的时候 其实就停了 我们表示它聚焦在眼球的后方 我们就不可以继续用实线 所以红色圈的地方就用了虚线 这种影像 即一些近的物件 对焦在Garatina视网膜后面 就叫做long side 软视 相反的情况就是当我们看一些很远的东西的时候 我们的晶体就拉到最薄都不够薄 所以就已经尽力拉到最薄了 但是那些光线它屈曲的程度也是太大 就变了太早就聚焦了在Garatina视网膜的前面 结果的影像也是模糊不清 这种就叫short side 即近视 提一提 有两种成因的近视用软视 一种就是问题出在Lens 就是那个晶体 可能太厚就会是软视 太薄就会是近视 另外一个情况就是我们眼球的形状 如果眼球的形状太短 就会是软视的 如果太长就会是近视 另外有一种情况就叫做脑花 脑花其实就是近又不清 软又不清的 就是因为晶体或者是那个 折脏肌 脑化了 它的弹性不够 所以无论它想变到最薄 或者变到最薄 它都力有不递 就变了软又不清 近又不清 这些人要戴眼镜 可能要近又远 就有两个不同的焦距才行 上一条片在介绍 我们眼球里面的晶体Lens 的时候就已经介绍过了 因为它是一个convex lens 突透镜 它会将经过的光线 向内屈曲 今次就要介绍多一种效果 跟它相反的透镜 就是叫concave lens 粒透镜 它的效果就相反 就是将经过的光线 向外屈曲 我们可以叫它做散发 divergence 那我们怎样可以用这两种透镜 去解决近视用软视的问题 先看软视 软视的成因就是 我们可以这样理解 那个Lens的晶体是不够厚的 那就将光屈曲的 向内屈曲的程度不够大 所以就未能够及时聚焦 在retina视模屋上高 于是影像就很模糊了 那既然我们的眼球里面 内置的突透镜不够强 就是屈光的能力不够强 我们就在外面加多一块同样性一的镜 就是外面再加多一块convex lens 突透镜 那就是在光线进入眼球之前 我们已经预先将那些光系向内屈曲了少少 那当光线再经过我们本身的Lens的晶体的时候 就再进一步向内屈曲 那现在屈了一次不够 那就屈多一次了 那屈多一次就成功将那个光线 对焦在retina视模屋上高 那影像就会变回清晰了 那近时又相反的 就是在看一些软件的时候 就算我们将我们的Lens Singerlain最薄也好 它还是太厚 即是光线就被过度向内弯了 那既然我们的Lens 是将光线向内弯曲得太多 那我们就在它的光线进入眼球之前 就加一块和性质相反的镜 即是concave lens 就是凝透镜去抵消它扭多了的部分 所以一个concave lens 一个凝透镜 在光线进入眼球之前 首先会将光线向外散发 然后经过我们的晶体的时候 才再次向内聚焦 于是就可以将光线正确地聚焦到 都在规短线上 那你看着我的概念图 之后听着我说 一步一步就好像很容易明白 但你是不是真的明白呢 那我们做一下问题 验证一下才知道 好像现在这个图 问题是这样 其实它是有远时还是近时 在看远时还是近时 大家听我说答案之前 可以停一停止想一想 首先我们看到光线是来自某一点 来自我们看到距离的某一点 所以应该是一样比较近的物件 第二 它现在就是将光线向内弯曲的程度不够 所以就趕不及 在光线到达视网幕的时候 将它聚焦成一点 于是就聚焦了在视网幕后面 这种其实是long sight 是远时的情况 所以综合了这两个考虑因素 那我正确的答案就是Doc 好 再来多一题 05年的五下一题 同时一题一样 如果你是自己 你应该是自己想一下哪个是对的 那你先停一停一停 好 首先呢 近视其实是看远远不清楚 所以要显示近视的情况 应该要用平衡光线 那B和D就不对了 所以 而这一题 会有很多同学 就不明白C为什么是不对的 那我特别是一些没读physics的同学 不过读了physics 都可能不明白 那C呢 其实它不是我们之前所说的平衡光线 因为我们之前所说的平衡光线 是来自一点的 来自同一点的光线 去到我们眼球的时候 已经是接近平衡了 但是C呢 其实它是来自两点的光线 不是我们之前所说的 是来自一点 好 这个呢 就是我们之前上一条片推论的过程 就是当蝴蝶越飞越远的时候 那个进入眼球的光线的夹角 就是Alpha 就会越来越小 那最后呢 Tensor Zero 就是趋向零度的时候 那它就会变成平衡线 但是如果你看回上面 就是高一点的蝴蝶 如果两条光线是来自两点的话 根本你是不是平衡线 是一点意义都没有的 无论那只蝴蝶远近 你都可以画到平衡光线的 那所以呢 其实帮不到我们判断那件物件 远还是近的 那所以呢 看着C的图 那个箭咀 其实我们是不知道 它是一件远的物件 还是近的物件的 那这些题呢 其实判断不了的 所以是不对的 那最后呢 剩下的答案就是A 那你对回我们之前说的 那些光线图的画法 其实它也是对的 那最后呢 又留回两三条MC 给大家自己测试一下 自己听不听明白 那它大家准备 就是07年48TL 那提一提大家呢 它这个是一个 浪世之远视的人 那要提一提呢 就是C和D那两块呢 其实是突透镜 还是粒透镜呢 那我们之前画的 突透镜和粒透镜 就是最典型的画法 就像现在大家的画面 看到这样 那为什么上面那块 是一块converse lens 突透镜呢 其实它的定义呢 就是它的边缘 即是高点的 那个战畜 是比较窄 而它的中央 就是比较阔的 而concave lens 下面那块是突透镜 就反过了 它的边缘是比较阔 而中央是比较窄的 所以呢 根据这个定义 上高两块都是中央阔 而边缘窄的 所以上面那两块呢 都是converse 都是突透镜 而下面那三块呢 都是边缘阔 而中央窄的 那它们呢 都是concave lens 都是粒透镜来的 接着下一条呢 就是08年的47条 那大家自己看 自己试想想 最后呢 就是接着一题 08年的48条 那这里要提醒大家 光线的reflection 折射 就不单单在lens 即是沙漠 也都会在四号 即是四号是什么来的呢 就是角膜 conia的发生的 那所以答案就是波威了